有很多朋友都說 哇 你的星圖都不是一帆風順 但如果你… 你喜不喜歡 其實你喜不喜歡 雖然你事後看 現在 當時你當然會很… 很難受 是啊 尤其是從沒有到有 之後沒有 其實是很慘的 事後如果你讓我再選 我覺得這樣也挺好的 因為… 磨鍊多 是嗎 給你多點磨鍊 這是磨鍊 第一 第二就是說 你說得對 就是當時真的很難受 當時真的很無助 很徬徨 怎麼辦呢 是不是看到很多勢太炎量 都有的 都有的 即是從有到沒有都看到勢太炎量 沒有到有的時候當然是看到 是啊 是的 沒有到有的時候就很明顯了 今年到有到沒有的時候呢 都… 都明顯的 都有的 但是我覺得還好 就是我都算是不是遇到太多一些 就是所謂的勢太炎量 因為其實我反而是遇到 就是鼓勵我的人更多 會OK的 你沒有理由不行的 真的沒有理由不行的 你不要無緣無故走出去 有一天告訴我你做運輸 還是做什麼 風馬牛不相及的事 你不要 保持住 真的有這些鼓勵給我的 那你除了說那些激勵你的人 即是你不行的時候 給你一些說話 但反而激勵了你 劉德華也是你的貴人 你那時候差點破產的 都是的 都是的 因為那時候是因為遇到97金融風暴 那些投資就完全是崩潰 崩潰 然後就也都開始 就是沒有存款了 已經租也租不到 然後沒有辦法再交銀行那些 那些叫什麼 貸款 貸款 分期付款 是的 然後我已經準備好了 已經準備好了 下個月就在… 但你有一段時間 你好像賺過來的 炒樓的時候你炒到你賺過 賺到你說我需要唱歌 我其實就是 只不過是紙上遊戲 那時候金融風暴來之前就賺了 就是 那又升了嗎 又升了嗎 人家說買不買就不買了 那升得那麼快 那遲些才吧 誰知道突然間一跌就已經跌到 沒有影子 那時候最好的時候我真的有想過 我這麼辛苦拍戲 做什麼 就是日拍夜拍 買賣 都不夠 那些樓升得快 那然後就 又是 這件事 也是給了我一個教訓的 嗯 自己辛辛苦苦 賺回來的血汗錢 那你不可以放在銀行 你必須要做一些投資 嗯 OK 我不會做生意 唯有就是 置業 嗯 置業 我可以連樓都不去看 嗯 好啊好啊 那就買了 就是聽經紀說 好啊 有哪裏 哪裏 是啊 聽就用耳朵來做對眼 嗯 然後又不好好地去做 research 這個地方有沒有原線有沒有地鐵 嗯 有沒有學校啊 交通如何 因為是否那時候在內地忙 我內地也有啦 台灣也有啦 嗯 然後就變成是做了很多的 做了一些的不當的投資 嗯 就是所謂不當的投資 就是可能 這些地段是不應該 不應該 不應該入貨的 入貨的 或者這樣的價錢入貨的 嗯 還有那時候已經是去到一個 風癲的高位 嗯 也都不看財經版 也都沒有耐性去看 也都聞不到那種糯米 自己都沒有那個knowledge 就是沒有那個 還要是懶 嗯 連看你都不看去買 嗯 最高峰的時候有多少層樓啊 都不是很多 其實就是對我來說 就是自己血汗的 當然覺得很多 其實就是對別人來說 不是很多 那然後就一敗塗地 一敗塗地到 差不多是準備下個月 就是被銀行收樓的了 就突然間有部電影紅了 嗯 然後就 劉先生就和我 少年英雄幫忙 是的 劇集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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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內地紅還是在香港 在內地紅 那他就想認識你了 是的 然後就合作了 嗯 然後我就度過了一個難關 就是他借錢給你 不用被銀行封樓 張偉健在圈中有一幫 清兄道弟的好友 好像有Big Four成員 還有吳國經 都是患難見身亭的兄弟 好像你對朋友 你自己都非常有義氣 我聽吳國經說 是 你兩個小學同學 是 他說大家同班 是 然後 他說他有困難的時候 你都會去幫他 啊 嗯 佳恩 其實是他幫我先的 嗯 因為我是最感動的一次 就是在很多年前 我有一個月 就真的欠五百元 就過不了那個月 就是那時候沒工作了 嗯 是啊 是很沒工作 然後呢 我就記得就是 約他出來喝茶 嗯 然後呢 就想問他借五百元 但我都知道他的 他的環境都不是好 就不是好比你很多 我差不多 可能好我少少 嗯 然後他立即即是二話不說 嗯 就借五百元給我 五百元不是一件什麼事 就算今時今日 你用回今天的指數來講 五百元就更加不是什麼問題 嗯 就是那份情 那份情 是在於什麼呢 在於他得一千元 嗯 成婦身家只有一千元 即他都借一半給你 他借一半給我 他借一半給我 借了五十一百元給我 那我就覺得很感動 嗯 然後就 哎呀 說得噁心一點 就銘記於心 哈哈 說得勇華一點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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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永遠的兄弟 嗯 所以這次他可以 他作品展 演唱會 嗯 本來對我來講 其實 我經常做talk show 嗯 但是其實我呢 就 就 盡量都不做 我是 基本上只會 在 如果以香港來講 我只會在 大四的演唱會裏面做的 嗯 嗯 因為外於勢力關係 我以一滴三滴不過他們三滴 哈哈 死都按著我一定要做 不做 那你做什麼 嗯 不做talk show 你唱歌 又唱真真假假 哈哈 哈哈 我是觀眾我想聽你說話 我不想聽你唱 哎呀哎呀 親親你 咯 咯 就逼著要做 那 但是譬如今次 吳角電的作品展 他就 就是希望我一開場就幫他做 嗯 我就 其實我就反對的 嗯 我說這個是炮灰位來的 嗯 你知道嗎 我是試過N那麼多年前 就幫許智安一開場就是 一開場就是我 嗯 做talk show 嗯 糟糕的 人家以為是個主角出來 怎知道原來是你把我意見出來 是啊 喂 你是不是想過死啊 厲害 嗯 接著就是他跟雷仲德都覺得不會 來啊 來啊 幫幫啊 幫忙啊 幫忙啊 好了好了 所以我也會做 那為什麼Big Four又不受他玩呢 不受他玩呢 Big Four啊 是啊 第一 他是很喜歡去別人家 去別人家 脫鞋脫蜜 在那裡拋腳 那跟他唱 拋到腳皮 那從那個 你也是 啊 永遠都聽不到他說 說一句完整整 就是正經經 他說他有一點點漏口 是 但是罵人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麼流利的 哈哈 沒有啦 其實 因為Big Four呢 我們組成的時候呢 他都還未出回 即是多一些在幕前唱歌 嗯 他那時候已經是全 我們開始組成Big Four的時候呢 他是完全地 退系作曲 作曲的 完全作曲 然後他盡量少避免唱歌 或者上台 那所以 很順理成章地 還有英超 英超沒有Big Five的嘛 沒有Big Six的嘛 還有Big Four的嘛 所以 對啦 下一節張偉健會分享 和張善夫妻相處之道 是啊 家庭我會給 慢慢回家 張偉健至少父母親離異 而他是家中長子 所以中學時期就要出社會做事 不能夠繼續學業 令他有一絲遺憾 那時候你媽媽和你爸爸分開 你歷歷在目的 那時候你爸爸要和你媽媽離婚 那你媽媽就哭著你 跟你說 問你們選爸爸還是媽媽 那時候你三兄弟都選媽媽 為什麼呢 會覺得媽媽有時候需要你們 當然媽媽什麼時候都需要我們 而更重要 那時候你17歲而已 沒有 沒有啊 我想十四五歲 十五六歲 那會不會是因為家庭的環境 令到你很早熟 就是那個 其實我不早熟的 因為我是家中長子 然後十幾歲開始 爸爸就已經去 不在我們這個家庭了 就是認識了另一個女生 是的 然後媽媽就衛生計 就 那時候你只有十幾歲 沒有辦法賺錢 讀書 是的 那他們衛生計 沒有那麼多時間去管教你們 管教我們 那變了 我下面的 兩個弟弟 又不是跟我相差很遠 那我上面又沒有人 沒有一個哥哥或者姐姐 沒有人去教你 沒有人教的 其實 17歲的時候就被迫 一定要出來做事 嗯 然後本來我是想著 因為那時候讀書 都OK的 其實我成績 雖然我不像 不是很像成績好的人 像 即讀賭書 像環境那些 其實是讀賭書的 嗯 而當時我也想著想讀法 因為很多老師 都覺得我 你以後 你… 有辯才的 有分析能力的 那我都一心是… 是…是…是… 是考… 讀法的了 但是到後來 從五歲的時候 媽媽說 你… 無論你讀得也好 不讀得也好 你都必須要馬上出去做事 嗯 嗯 幫忙養全家 嗯 那所以呢 在那時候 十七歲到 十七歲的時候 我一面 就是好像很成熟那樣 嗯 開始唱歌養家 嗯 另外一面其實 都只不過是一個十七歲的年輕 其實很多事都不成熟的 甚至乎我覺得 我就算是入了一行 入了TVB 二十幾歲 到三十歲的時候 我都不覺得 我個人很成熟 但是我 也都客觀地 處理自己的這一方面 就是讓它 let it go 嗯 就讓它 不是那麼成熟 嗯 不要緊 你不是幼稚就可以了 嗯 尤其是我演很多喜劇 一個不成熟的心智 一份童真的心 是對於我想劇本 很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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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所以呢 我是 我是 其實都幾主動地 盡量讓自己 你保持得多幾年同真 保持同真 好些 多幾年 人始終都會有一天是熟透 嗯 盡量吧 盡量吧 所以我覺得 嗯 其實 如果你說真真正正正成熟 可能我覺得我真的 近這三幾年 嗯 才開始 我承認我成熟 嗯 這樣 2007年 張偉健和內地女演員張善結婚 一直夫妻恩愛 她還大贊太太非常炎良熟德 新兒育女 你太太那時候流產了 嗯 那有沒有準備幾時再 就是 很傷心 那次是嗎 是 那現在也遇過天青 嗯 現在順其自然 嗯 反而有一點偏向 好像兩個人都不錯 嗯 好像是不是一定要 一定要有小朋友 才是一個圓滿的家庭呢 就是越來越覺得 好像未必是 嗯 你都說你都曾經有幾次的戀愛經驗 嗯 最後就選擇了張善 那你說 就是看你有時有些訪問 你就說她是一個 不會貪慕虛榮 你喜歡她 不貪慕虛榮 因為你曾經 快要破產的時候 你就開始跟她拍拖 是 是 都很聰明的 那時候我問她 如果我破產 你還會不會跟我一起 就是說你的銀行只有2000元 是啊 是啊 那她就說 你不會的 我說不是的 如果我真的下個月就破產 你還會不會做我女朋友呢 嗯 你不會的 我說我不會什麼 對啊 你不會破產的 那你會不會做我女朋友呢 你不會破產的 對啊 就是她為什麼這麼有信心呢 對你 那我就說 那如果我 我是這一輩子都不成功的 你還會不會跟我一起呢 你不會的 就只是以退為進 是這樣說你不會的 那我現在不是問我會不會 現在是問你會不會 你不會不成功的 總之她死都不回答 就聰明了 這些就聰明了 但是你曾經拍拖 你說有些圈外的女朋友 會說想跟你分手 就說我想買個包 你都 是的 是的 試過一個圈外的 你買不給我的 那她又不會這麼說 那她就是 有一天突然間分手 然後問她為什麼 那她說 麥德奇其實你都OK 你樣東西都好 但是我就不是說 想嫁一個挺有錢的男人 但問題就是 我不想我第二天買個LV 我要想半年 你明白嗎 但是現在的太太是不會的 不會跟你經常說錢的 不會 不會 她就自己說 其實她沒有什麼概念 是的 她是更精神多於物質 你怎麼去看你現在自己的婚姻 會不會是 我會努力 因為我曾經我們 你有個破水家庭 那現在你就會 自己的婚姻 你不會輕易去 是的 不會的 就是你會好好地保護她 是的 那尤其是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我是Catholic 天主教徒 在聖堂行一分禮 而在天主在God面前 也是立下此事 一個承諾 一個承諾 所以我會 我會 Try my very best 去做到 而其實是 在這 在這件事之前 在結婚之前 我小時候 眼見爸爸媽媽 爸爸那麼不負責任 令到媽媽 以及他的兒子 是如此地無助的時候 我當時大概是十四五六歲左右 那我就已經是 跟自己說 一天我長大之後 要是你可以一輩子 談戀愛 你一輩子都可以 你可以有很多女朋友 張先生 但是一旦你一結婚 就不要 像爸爸這樣 去令到你太太傷心 去令到你的孩子 你也知道 整個家庭破碎 不可以這樣 所以其實 對我來說 要拿起挺大的勇氣 是啊 我想你會考慮周長 你才會去結婚 我不排除 有一些男人 先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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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真的很喜歡她 是的 還有 我認識回家就行了 你不要管我 管我 總之你眼不見為乾淨 家庭我會負責的 是的 家庭我會負責 慢慢回家 然後 總之在外面 隔不久 偷跳一下 門天過海的就行了 我相信市面上 有很多人是這樣想 但我就不想這樣做 我不想這樣做 即是你絕對可以這樣做 但你不會這樣做 好 首先 我太太 就是那些 沒什麼基心的人 她絕對信任你 她絕對信任我 第一 第二 就是 她是很容易騙的 你說什麼她都相信 即我亂作一個故事 是 她都會相信 甚至乎有時候我會覺得 你不是這樣你也相信 只是開玩笑 更何況如果我精心 插畫 插畫 去偷跳 我不相信我瞞不到你 但是我更加悶不到的是 我自己 我過不了自己 你騙女人騙不到自己 對 近年張偉健專轉內地發展 除了拍劇開演唱會 最近她也有到大學舉行演講 分享自己的人生經歷 你未來的事業裡 你還有什麼計劃 現在 我沒有計劃 沒有嗎 就是有得做就做 是呀 我就 我一向都在事業上 我沒有什麼計劃 就是我從TVB的年代開始 就是 總之 有的 那時候你想別人找你做男主角 是呀 是呀 這個是終極計劃 這個是終極計劃 我覺得其實這個計劃 早就已經達到 我在摸索 我好恨 做男主角 我好恨有一些戲 可以成為我代表作 有了 有了 有完再有 有完再有 那你要追到什麼時候呢 張先生 你是不是要追到你七 幾花歲 你都還在那裡有代表作呢 這個是不可能的 第一 也都我不覺得 我人生應該這樣 這樣用法 即是無盡的追求 無盡的在一條路 一個目標上 我剛才也都今早開車 我也都有在那裡 即是一路開車一路祈禱 求神可以 真的 給我好好地運用 你 賜給我的 能力 能力 智慧 後才 體力 耐力 去回饋社會 去幫人 在工作上面 我也在想 譬如其實我都 譬如我看完去年 看完嘉玲的 是 杜魯茲 那我就 舞台劇 對 舞台劇 我也提醒了自己 是不是可以嘗試一下 對 應該是時候去 認認真真 嘗試一個舞台劇 其實最大的挑戰 有沒有想像王子華那樣 自己做整場Top Show 其實我這麼多年以來 我說葉永叔的年代 已經開始叫我做 我到現在都沒做 是 因為我一直 都是把重心和時間 放在戲劇上面 但現在應該可以做的了 我覺得是差不多時候 可以 可以的了 可以騰出時間去做這些 是的 好 我期待去看你的Top Show 好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祝你身體健康 謝謝大家